主席還有本院同仁 我想今天政立軍委員跟其他65位本院的同仁 所提出來的這項決議案非常非常的重要 這攸關著我們下一代的教育 以及整個在制定課綱的過程當中 所必須要践行的程序正義 在去年的時候反黑箱課綱的運動風起雲用 這些年輕的學子們他們的要求其實很卑微 就是希望我們的教育主管機關 能夠在一個公開透明多元參與 尊重專業的程序當中 制定一個可長可久 適合他們這一代學習的課綱 非常遺憾的 在去年的國會當中 因為國會結構的關係 本來要求送到本院來進行審查的課綱 在暑假的時候並沒有完成 這一項本院本來就應該要肩負的職責跟工作 那也正是因為這個樣子 當整個台灣社會對於新的政府 新的國會有高度期待的時候 馬政府以及現在的教育部 實在不應該在卸任之際 強推這樣子的黑箱課綱 那因此本人代表時代力量的黨團 全力的支持政委員 還有本院其他65位委員 所提出的這項提案 也可以拜託敬請本院其他的同仁 共同來支持這項提案 還給我們的年輕學子 一個乾淨透明專業的課綱 謝謝 大體討論結束 現在有民進黨黨團提議 本案禁負二讀請問院會有意義 沒有 先有國民黨黨團提議 本案交付黨團協商 我們做以下決議 本案交付黨團協商 並由民進黨黨團負責召集協商 我們接著進行第五案 本院親民黨黨團建請決議 針對2015年10月29日陸非南海仲裁案